熊孩子留遗书背后,父母该如何管教孩子学习? 最近看到一则,熊孩子留遗书,新闻一名初中男孩失踪疑似落水救援队紧急赶往现场进行搜寻人,而搜寻结果却出人意料,男孩在河边留下一书遗书中写到一位学习态, 男孩不想活了想投河自杀,看到孩子的这封遗书在场的人都震惊了,大家一致判断孩子可能落水,随后救援队员便写带打捞气台下水搜寻, 但一直搜寻到第二天却一无所获,然而这个熊孩子并没有做出什么自杀的行,为他一直躲在暗处偷偷观察, 虽然这是一出闹剧,但是,学习太难了不想活了,反映出孩子成绩不好内心的压力很大, 想通过这出留一出闹剧,看父母是在乎他的,成绩还是在乎他的人这出闹剧, 留给我们父母什么样的反思了我们很多父母,把孩子的学习看得太重要, 甚至认为学习不好就无法成功孩子,将来就没有好日子,过就会过得很苦这期, 实施再放大孩子的恐惧一个孩子能以死的方式来结束生命那还有什么比死, 王更可怕的让他去逃避我们培养孩子, 首先是要让孩子生存下来,活下来才有, 希望一个连生命都轻易了解的人谈何未来, 与成功活下来后才是活好。 这也就是生活成绩不好,读书不好, 并不决定了未来不能好好的生活通往城, 功德路有很多条家长们大可不必压宝, 在一条路上只有生存下来的生活好, 那接下来才是发展兴趣发展学习孩子的学习不好, 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孩子已经有了厌倦情绪, 也不是靠你逼一逼就能学好的了, 孩子已经初中了。 成绩已经不好了, 除非他自己有心改变, 还要有学习方法, 否则很难改变现状, 不如把选择权交给孩子, 让他自己对自己的人生, 负责只要他自己想改变, 一切都来得及, 学习, 就像一个人一样头决定了, 想不想学两条腿决定了, 会不会学和能不能学, 按照爱不爱学习和会不会学习, 通常孩子学习会出现四个向线。 一, 孩子会学习也爱学习, 这样的孩子人人都喜欢, 这就属于顺教育的孩子, 不需要太多管教, 二, 孩子不会学习, 但是爱学习这种就是中等生比较多, 很努力, 很刻苦, 就是成绩不好, 这主要是缺学习方法, 缺教育方式, 因此, 需要教方法三, 会学习就是不爱学习, 缺兴趣的孩子, 这种孩子很聪明, 只需要盯着就好。